玉光楼那么多电源火器 我会一个一个的去问 我不会只听信他人一面之词 我一定要把事情弄得清清楚楚 看来你非得弄个水落石出啊 对 一定要问个水落石出 三叔弟 咱们这是走到哪儿了 这呀 是条小路 去京城呢 要进得多 对 对 快停车 快停车呀 什么事 返回去 走大路 走大路 怕是来不及了吧 你不是想让我跟金不幻对峙吗 你的用心我还不知道吗 这儿媳妇啊 没办法 是你把你三叔爹逼到这份上的 你要干什么 干什么 送你去奈何桥上跟尔烈见面 站住 你给我站住 站住 站住 你给我站住 站住 站住 你 站住 我让你跑 你死 你死吧你 你不死 我就得死 你不死 我就得死 但我一眼就认出来了 他们都是金爷身边的人 我当时想和他们拼命 没想到他们人太多 我就逃走了 我想你峡谷毕竟是个女流 他们也不敢把她怎么着 可是谁想到 他们竟然对峡谷也下了毒手 好 好你个金不换 竟然如此心狠手辣 好 你等着 我非要把你碎尸万断不可 好 这才是咱们徐家汉子的话 三爷 等安葬了峡谷 我就去找金不换 我杀了他 我绝不回来 若云啊 你可千万不能莽撞行事啊 你现在杀不了金不换 难道不知道 他金不换身边 要好几个保镖在保护着他 你没机会下手啊 那我该怎么办 要不 我给你请一个武功高强的师傅来 你好好跟他练练 常言道 君子报仇 十年不晚 等你把功夫练到了家了 再杀他金不换也不吃 好 我听你的 从明天开始练武 师傅 抢 抢 抢 你看 若云 若云 好 快过来过来 这位就是西门师傅 你知道西门师傅的师傅是谁吗 那是大侠 甘凤驰啊 那老人家的飞刀绝技 那可不得了啊 人家西门师傅给了你三爷好大的面子 你呀一定好好学 拜师啊 哦 徒儿拜见师傅 嗯 起来吧 请师傅传授我飞刀绝技 好吧 讲讲 你听着 飞刀讲究眼道手道 先练准头吧 好 玉光楼已经被查封拍卖了 买家就是吴之鹏 还有玉光楼所有的师傅伙计都被抓了 罪名是制造假墨卧藏侵犯 因为我连累的人太多了 金野 妈已经备好了 今天晚上就走吧 我决定去刑部自首 你疯了 我已经想好了 不会有事的 不过 我还想求你们 给我帮个忙 说吧 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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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何人 为何击骨 小民金不患 小民 等等 你就是金不患 对 小民一向遵纪守法 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被大人通缉 金日击骨 就是想问问大人 我到底犯了什么罪 有人举证 你金不患就是靖开文 你改换身份欺骗太上皇 故而通缉 荒唐 小民本来就是金不患 从未听说过靖开文这个人 小民 拆掉你的眼睛 让本官看看你的面容 大胆 你分明就是靖开文 本堂见过你 你还想当堂抵赖 这天底下相像的人 多得是 你怎么能混为一谈的大人 你不要嘴硬 来啊 找来任正宁固塔标筒 莫伤吴志鹏 当堂且证 叩见大人 古志鹏 你看看 这是何人 金不患 不 不 靖开文 你就是烧成灰 我也认得你 你昏了头了你 还来击鼓鸣冤 表总 你上前来 看看此人是谁 金开文 要不是 亲眼所见 我还真以为 你死了呢 金不患 你还有何话说 真的假不了 假的也真不了 什么是真 什么是假 又有谁能知晓 金开文 你不要把我们当成傻子 来人 在 证据确凿 将金开文上架 正皇上驾到 吴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不知皇上驾到 微臣有失远迎 请皇上恕罪 御故大人起来说话 谢皇上 皇上您亲民刑部不知事 御故大人 你忘了 朕也是证人之一啊 微臣愚钝 金开文 做过太子 曾与朕朝夕相处 朕自然认得他 臣都是忘了 只是此等小案 万岁怎会亲您 对太上皇不公 怎是小案 太上皇的事 都是大事 你说对吗 御故大人 臣该死 万岁所言及时 金不焕 小明在 抬起头来 此人不是靖开文 乍一看很像 但不是 御故大人 何大人向太上皇说 靖开文并没有死 朕听了以后很震惊 想过来证实一下 但现在看来 是何大人搞错了 不过 人非圣贤 孰能无过呢 金不焕 小明在 听说你 多次赈灾捐款 可有此事 大清子民心怀天下 都是应该的 说得好 不过朕还听说 你最近的生意不顺呢 是 伤传被劫 墨房里做的墨 被人说是假的 你的墨 应该不错 正看近来的 文书奏章 墨记清新 据说用的都是你们 玉光楼的墨 经商嘛 遇到点困难 是正常的事 不要退缩 想办法把玉光楼 再开起来吧 是 玉顾 臣在 你看 这么好的子民 怎么会有犯罪嫌疑呢 是 是 皇上 现在 本堂宣布 即刻开示 禁开 不 开示禁不患 通缉令取消 皇上圣明 你们快点啊 快点快点 摆正啊摆正啊 马铁长 快点 往下点 往下 住手 金二爷 金才人 有什么吩咐吗 你们给我滚 滚 别什么滚 为什么要滚 黑子 我跟你说不着 金二爷 想必 你还不知道吧 那 小子就告诉你 您的这块宝地 已经被官府给拍卖了 而买下的呢 正是我们家老爷 要是以前啊 您在这儿让小子滚 小子立马就滚 可今儿呢 还是有请金二爷您吧 坐 拿着看看 是这种吗 这这这 哥哥 怎么样了 皇上去了刑部 金爷他没事了 太好了 他人呢 已经回玉光楼了 那兰哥 我们一块去向金二爷贺喜怎么样 待会儿 我还得去衙门 你们去吧 好吧 我们走 好好好 行行行 您慢走 您慢走 王公子 您慢走 下回再来啊 不错 几位客官 里边请 什么 皇上去刑部大堂了 是啊 皇上在刑部大堂上说 金不患不是金开文 玉谷大人就把金不患给放了 皇上还当着众人的面 让金不患 好好地经营玉光楼 皇上是这么说的 是啊 何大人 您说这金不患 是不是通过季晓兰 或者格格 他 不是 那是谁提金不患通了天 请来了皇上啊 皇上这是罪翁之意 不再久啊 何大人的意思是 这几十年来 我罪得太上皇的宠幸 新皇当政 也需要拿本官开刀啊 去 赶快把你的玉光楼卖了 你现在帮我一个忙 帮我把玉光楼 收回来 只要玉光楼在手 我就一定能够打败乌之鹏 可是乌之鹏勾结和珅 趁通吉你的时候 已经侵占了玉光楼 你怎么收回啊 你要相信我 和珅一定会让乌之鹏 赶紧放弃玉光楼的 和珅仗着太上皇的恩宠 就连皇上对他都没有办法 怎么能轻易放弃玉光楼呢 你想 太上皇总有驾赫西去的一天 而当今皇上总有主政的一天 当今皇上已经在意这回事了 和珅能不有所顾忌吗 所以这个时候你出手是最合适的 我出手 对 玉光楼归谁呢 归你啊 你舍得吗 我舍得舍不得无所谓 好 有你这句话 玉光楼我先给你盘下来 等你有了银子再还我 就这么定了 小子见过格格 我在外面看见了 你们出售玉光楼的牌子 我就进来问问是真的吗 是啊 是啊 出售 我家格格想把这玉光楼买下来 你看这多少银子 格格真的要买 当然是真的 要不然我进来干什么 是啊 格格真的要买的话 这小的还得跟我们家老爷禀报一声 请格格稍后啊 好 这个紫燕格格要买玉光楼 是啊 格格是成心要买 这银票就带来了 不行不行 买个谁都不能买给他 这个紫燕格格跟金波焕的关系是非同一般 你知道他买给谁了 万一他买给金波焕 那不等于放虎归山了吗 对对对 那我就回绝了他 就说不卖 不卖 怎么我来买你就不卖了 什么意思 哥哥 我们家老爷的意思 如果格格真的要买 那我们怎么好要件呢 只能见价卖 所以呢 这卖还不是不卖呢 你们的意思是 谁买都成 就我买不成 是这个意思 今儿我还就买定了 刘望 在 派几个人守住玉光楼 来的人都给我赶走 我看谁敢买 是 哥哥 今儿我就坐这儿了 看谁敢把我怎么样 格格息怒 格格息怒 哥哥 这事不是小的说了算 这是我们家老爷的意思 哥哥 你千万别生气 哥哥 老爷 这现在满京城都知道 紫嫣格格格要买玉光楼 这别人谁还敢买啊 咱们得绷住劲儿 啊 甭理他 我就不信 我就不卖 他能把我怎么着 他吧 他就在店里不走 那好啊 不走就让他坐着 我倒要看看他能坐多久 我走 哥哥 哥哥 这老吴贼还真沉得住气 居然不出来见我 刘望 我饿了 给我弄点吃的 哥哥 咱们还是回府吧 您不能一整夜都待在这个地方啊 不行 我还就不让他得逞 我还偏不走了 您就算在这儿待上几天几夜 那万一吴贼他不理不睬的 咱们怎么办呢 他不理不睬 就 对 放把火 把他的店铺给我烧了 他既然不卖给我 我就让他谁也卖不成 哥哥 你看 这 刘望 你派几个人 拿点柴火放在门口 然后 把灯笼给我点上 哥哥 咱别把事情弄大了 您说这放火 您不用管 我就不信这个老乌贼 我放把火 他不着急 老爷 老爷 不好了 不好了 什么不好 怎么回事 哎哟 老爷 那紫园格格在雨光楼架了一堆柴草 说要烧雨光楼呢 什么 他要烧雨光楼 是啊 您赶快去看看吧 老爷 您知道格格的性子 但是 天不怕地不怕 说点可就点了 这雨光楼要烧了 您找谁说理解 谁敢跟格格打个 走走走 快去 快去 这小烧雨光楼 干嘛 笑别去 怎么凶啊 哥哥 千万不能粘烧啊 一旦这火着起来 想扑都扑不灭 一烧恐怕就是这大阪条街啊 柳王 你干嘛管那么多呀 烧找了是我的事 放火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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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等 等等 哥哥 手下留情 有话好说 有话好说 柳老爷 你好大的架子 本格格想买你的楼 你非但不卖 还躲着不想见我 哎呀 格格误会了 你误会了 这 我不是临时有事来不了吗 我一听说您在 我马上就赶回来了 对吧 对对对 你是听说我要烧这个楼 你才出来的吧 哎 你不就是想买这玉光楼吗 我卖 我卖 价钱宁定 好吗 算你知趣 要不然这玉光楼 谁也别想要了 是是是 是 太玄了 你差点没跟玉光楼玉石俱坟呢 你以为我真的要点玉光楼啊 我只是吓唬吓唬那个乌枝棚 静儿爷 这是玉光楼的房产契约 你说好吧 真没想到玉光楼这么快就失而复得 我又欠你一个人情 哪里啊 咱们两家末号已成为一家 哪有一家人说两家话的 明天我叫伙计们把玉光楼收拾利落 新墨上市重新开张 多放些鞭炮 去去晦气 何大人 您说这事怎么办呢 本来你和金不患的恩怨 是再小不过的事了 可今儿皇上亲自到刑部大堂去救他 这事就非同小可呀 怎么个非同小可 日后你就明白了 第二个我去见了太上皇 太上皇龙体欠安 那这对您 不 对咱们朝廷不妙啊 我跟太上皇讲了几个典故 其中最重要的是讲了免死金牌的故事 太上皇听了之后 他却说 他喜欢圆明园的景色 希望有一套圆明园的吉锦墨 我说 吴之鹏能给您做一套 谢谢大人太爱 你说太上皇他是什么意思啊 我说免死金牌 他却说圆明园 这 也许 也许他老人家 这可不是简单的吉锦墨呀 这可不是简单的吉锦墨呀 何谓不简单呢 太上皇 他的时间不多了 这套吉锦墨 就是我合身的免死金牌呀 你懂吗 你何大人也要用免死金牌 那不是心理机位以来对您很好吗 吴老板呢吴老板 改朝换代不是你酒楼换招牌 去办吧 大人 那这时间 我 去 你笑了吗 总是那天我让你们哭不出声来 趴在我面前向我求饶 大人 吉锦墨造好了 好 好 走 好 好 好 鱼儿 你的飞刀的功夫练得差不多了 依我看 现在应该去找仇人报仇了 我明天就去京城 好小子 是咱们徐家的汉子 不过 不过这件事情可不能跟任何人讲 特别是墨玉 你明白吗 好吧 我要跟你一块去京城 好了 说不能去就不能去 为什么 你得把你安排在我家 就是因为你在京城不安全 知道吗 我看他们是瞎操心 有啥不安全的 他们说我外公会害我 可我外公平时挺疼我的 怎么可能会害我呢 真是莫名其妙 莫名 不让你去你就别去 在家等着我 有什么事情 找我三爷 他肯定会帮你的 我不喜欢你家三爷 要我不去也行 那你得答应我 早点回来 我答应你 一定尽快回来 几天回来 最多三天 好 你要是三天不回来 我就去京城找你 好 看着啊 看光大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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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官 这边请 我不是来买墨的 我是来找你们金爷的 您是来找金爷的 找金爷有什么事 我要跟他谈一笔大买卖 快让他下来吧 玉光楼要置新墨 他去京郊墨房了 您慢走 这些新型木木 得用上好的南木来雕刻 你一定要把你的看家本领拿出来 把它做得精细再精细 没问题 三天之后我出墨木 墨玉有信吗 没有 若鱼这两天也该回来了 兴许墨玉是让若鱼给带信回来吧 若鱼要为父亲守孝 不会很快回来的 对了 金爷 那天我看见徐福在玉光楼上鬼鬼祟祟的样子 不知道他做了什么 哪天 就是他要离开京城那天 那天我的短刀丢了 会不会跟他有关系 徐福偷你短刀干什么呀 徐福这个人 我总是觉得他的心里有事 做人也有些不厚道 玉光楼借的那么多的高利贷 都是他经手办的 但现在也不能证实他是否有问题 金爷 你为我家少爷报仇 吴志鹏对你恨之入骨 他不会善罢甘休的 你要加倍小心啊 天红 你为金开文受了太多的苦 事到如今 我觉得我不能再瞒你了 他就能再瞒你了 你真是不厉害的 少爷 真的是你啊 少爷 我 我一直觉得你还活着 一直觉得你还在 少爷 你说你不是 我 少爷 老天开眼 让我又见着少爷了 您活着真好 我就知道您没死 天红起来 你为我 你为我们家 做了这么多的事 我无以为报 这一败 应该我跪你才是 少爷 少爷 这使不得呀 天红座这一切 都是应该的 少爷 你回来了 为什么不告诉我真相 我回来之后 看见你跟巫眉 生活在一起 我误会了 直到那天 听了你在大堂上的 一番表白 在那之前 我一直是蒙在鼓里的 墨渝就是你的女儿 你应该去认她 还有巫眉 她日日想着你念着你啊 时过境迁 现在我不能认他们 为什么呀 你想 那天 皇上已经在刑部大堂上 证明我不是进开门 如果我这个时候 去认墨渝和巫眉 岂不是犯了欺君之罪吗 那 那怎么办 回头再说吧 若鱼 若鱼 这是你的刀吧 我的刀怎么会在你的手里 你够狠的 害死我父亲还不够吗 还害死我侠顾 你这是为什么 你说什么陆霞死了 你够能装的 知道我今天来干什么吗 我是来报仇的 报什么仇 废话 受死吧 天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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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干的些什么呀 啊 啊 我怕我怕我怕 这是真的吗 是若鱼 他一定是受了别人的挑唆 才跑来找你报仇的 我万万没想到会是这样 只怕是 耿毒的事情还在后面呢 是什么 我指的是墨玉 怎么了 墨玉是不是你的女儿 什么意思 耿天红在大堂上说的话 我已经听说了 耿天红说的话 只能证明墨玉是靖开文的女儿 你在刑部大堂的话 我也听说了 皇上已经证明 我不是靖开文 问题就处在这儿 你让我去找皇上 我最担心的是 皇上不肯去刑部 为你作证 可皇上去了 不但去了还救了你 这更证明一件事 皇上需要金不换 或者说 为了制服全清朝野的和珅 顾力无援的皇上 需要当年的太子洗马 能帮他 我不是靖开文 也不是太子洗马 皇上说的都是实情 好 就算你不是靖开文 可我提醒你一句 你应该知道 旭尔烈死了 耿天红死了 下一个将会是谁 我已经派黑子去接墨玉了 若玉 去京城了 找金不换报仇去来 找金爷报仇 对呀 他此去京城 就是要杀了金不换 记得吧 前些日子 请那西门师傅 来练那个飞刀 就是为了这事 原来他请师傅练飞刀 是为了杀金不换 对 我们徐家的男儿 个个血气方刚 只要是被人欺负了 就一定要报仇 绝不委屈求全 天哪三爷 你怎么不拦住他呀 要是他杀不了金爷 金爷是绝对不会放过他的 墨玉啊 这个你不知道 他金不换 就是有三个脑袋 他也想不到若鱼去杀他 到那个时候 若鱼给他来个出其不意 一定能成功 就算他杀了金二爷 也逃不过官府的击捕啊 不行 我得马上去京城看看 好 那三爷跟你一块去 你怎么了 如果金开文还活着 我想知道 他为什么不告诉我真相 如果他告诉我 我会立刻跟他走的 去哪儿 离开这里 离开这一切 哪来容呢 那是紫燕跟金开文的事 就算死的那个金开文还活着 他也会去找乌梅的 即使金开文他死了 对所有人来说 未必不是件好事 你相信我 一切都会有报应的 不管是好人 还是坏人 谁都逃脱不了最后的审判 金开文死了 他对不住很多人 有些债他还得了 有些他永远都还不了 如果我面对的是金开文 我会看不起他 他不敢面对我 不敢面对我的爱 他却不是个男人 我跟你也一样看不起他 我甚至恨他 就算他活着是生不如死 所以我们还是让他入土为安吧 好吗 难道他不知道 这十五年来 活着的人 是怎样受煎熬的吗 你就忘了他吧 难道记忆 可以像默痕一样喜去吗 感情 可以像流水一样冲走吗 爱和思念 可以随时消失吗 有心有欲就有苦海 苦海乌鸦 所以不要再折磨自己了 难道你跨越苦海了吗 难道你真的超脱了吗 那你为什么回来 你没有欲 你心里怎么会有这么多的仇恨 金开文 你抬起头来 我知道你心里很苦 你说出来吧 我可以跟你一起分担 一切有因就有果 善恶 一定会有个了断 现在我们不是谈这些的时候 若鱼杀了人是要偿命的 得赶紧去救他 好 我去谈奸 想办法把他救出来 我们一块去 我们一块去 你是墨玉的心上人 我现在可以跟你说 你的父亲确实是因为我而死的 果然是你 我跟他约好了见面 他提前去了 而且穿着跟我一模一样的斗篷 他是决意要替我去死的 官兵要杀我 把他当成了我 因此我得以逃收 我爹跟你穿的一样的斗篷 是的 这件事我可以证明 你确实是被人利用了 你办了一件 亲者痛 愁者快的事情 那我侠姑呢 我的短刀被人偷了 我现在可以断定这是栽赃 我已经知道奸细是谁了 但是没有证据 因为耿天红是唯一的证人 那你说 奸细是谁 耿天红跟我说过 徐福透露我的短刀 我现在就可以断定 以示他透露了 我和你父亲见面的地点 你别骗我 你以为我是孩子 我三爷怎么可能 害他的亲侄子和侄媳妇呢 鱼儿 事情总会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但现在不是谈论这些的时候 现在最要紧的是 不能让官府治你的死罪 现在要想办法为你开脱 我已经替你想好了一条理由 你就说 你是在练习飞刀的时候 失手误伤了耿天红 我会让末房的人替你作证 我再使些银子 达通衙门里的关节 若鱼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我们必须口供一致 不能说差了 你要记住 你记住一定要这么说 出事的地点是你每天练习飞刀的地方 当时你正在练习飞刀 耿天红突然从后面经过 这时候你的飞刀已经出手了 正好刺中了他 记住了吧 一定要这么说 传证人 你们二人听着 本府问你们的话 你们要如实回答 是是是 小的一定如实回答 好 耿天红被飞刀刺中之时 你们是否在场 是 当时徐若鱼是不是在练飞刀当中 失手刺中了耿天红 是 好了 你们二人签字画牙 请本府庭审 有关耿天红被杀一案 案情已经明了